楼市发生了一件大事 可能大家都知道 我们个人是有养老金的 现在连房屋的养老金都出来了 当这个消息刚出来的时候 这个瞬间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 不管是专家也好 还是自媒体也好 还是认为对房子了解的一些自媒体也好 基本上都在解读 有些人是唯恐天下不断 说这个房屋养老金就是针对你这个老房子的 你得赶紧卖掉 要不然拖了你的后腿 有些人也说这就是变相的房地产税 我们应该把房子赶紧卖掉 要不然未来就只会拖累 成为我们的负资产 还有些人是在理性的看待 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就不信谣不传谣 今天我们就具体 就房屋的养老金是什么 老百姓要不要掏钱 我们的这个吃房成本是不是都增加了 来具体解读一下子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那在说之前 我先给大家重申一遍 很多人看我的视频 觉得说是时间太长 有十多分钟 说的也比较啰嗦 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本身解读房产这个事 它就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能讲清楚的 你看看现在的很多自媒体博主 花两分钟时间 就把房屋的本质 就给你讲清楚了 你觉得你听了个啥 你上外网去看看 人家的视频一个都30分钟 40分钟 甚至一个小时 目的是让你全面的了解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啰嗦 那只能证明一点 就是你被这个社会风气呢 带歪了 我们现在的人都比较浮躁 你连静下心来 看十多分钟视频的 这种心态都没有 那基本上认为你呀 对吧 那基本上就是呢 你被这个浮躁的社会影响了 其实呢 你学不进去一点东西 所以我的视频相对较长 那多说这么多 我们今天呢 就具体来说说房屋养老金 是什么 其实房屋养老金呢 它不是一个什么新鲜词 只不过呢 是老瓶装新酒 它换了一种说法 那如果我换一种说法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听得懂 叫什么呢 叫房屋维修专项基金 就是你买房子的维修基金 那但是它这里面呢 又有一个区别 我们知道呢 我们要去买新房子 那都会呢 去交这个维修基金 每个地方的标准不一样 那像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是多词的 是80每平方 这个电梯的呢 是110块钱每平方 这个呢 是在你买房子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把这个维修基金给交了 买二手房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维修基金 这维修基金是什么呢 就是你说我们人呢 平时上班 那身体出了毛病 或者你在公司工作 那是不是定期就要 邀请你上这个医院 去做这个体检 检查身体有没有什么毛病 对吧 那房子也一样 房子不等同于别的商品 它有70年的产权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你房屋肯定会有一些 比如坏的地方呢 损毁的地方啊 那这个时候就要用到这个 专项的维修基金 那二手房交易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呢 实际上就是第一任房主 买新房子的时候啊 把这个维修基金已经交了 后期呢 你就不用再交了 但是呢 我们说现在的这个 专项维修基金 实际上是非常少的啊 屏幕前的各位 肯定有很多都是住在这个 电梯高层里边的 那么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如果你这个房龄超过10年 甚至是15年的话 那如果呢 你这个电梯坏掉了 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有人修理 那没有修理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我们之前交的这些维修基金啊 全部都啊 消耗完了 那你再修的话 是需要这一栋楼啊 这个使用电梯的所有的这个住户啊 共同拿钱来修的 可是有些住户呢 不住在这 有的是租户 他根本就不管这些事 时间长的呢 你想你去筹这个资金的时候 很多人肯定会认为 我自己出多了 那既然大家都不出 那这个钱就不出 对吧 所以呢 维修起来就比较困难 而之前呢 我们交的维修基金交给谁呢 交给了开发商啊 有些开发商呢 他不光建房子 他还有下属这个物业管理 这个小区 你的钱都是给了他们 给了他们以后呢 当房子出现问题了 你在业主期里面反映一下 哎 马上就有工人来进行给你维修 那后来为什么 慢慢就不维修了 就是这个钱用完了 而且呢 他这个资金呢 也没有公式啊 到底花了多少啊 怎么花的 购买了什么样的东西 你是不清楚的 就是本身小区这个管理 他就是一个糊涂账 要不不然的话 你现在去问 你们自己小区的物业 你问为什么你这个 收费标准是五毛钱平方 为什么有的小区是一块 甚至是两块 我这个小区高端 就应该收这些钱吗 其实你平时打扫都一样 对吧 但这个钱到底用在哪了 没有公式 公式的只不过是说 你维修时候的一些 必要的物件的一些价格 但是怎么修 花了多少钱 谁也不知道 所以呢 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我们国家就提出了 房屋养老金这个概念 房屋养老金 以后的这个资金的 这个账户 不是归个人管 是归谁管呢 是归这个公共资金账户 由地方政府去想办法筹钱 说到这来 这个答案就揭晓了 就是说呢 这个房屋养老金 不是变相的增加个人的税收 也不是变相的 逼你把脑破晓赶紧卖掉 实际上对我们是 一点影响都没有 只不过这个房屋养老金出来 是为了更加完善我们 我们房屋 在整个住的过程当中的 一个体系 让你住的更舒服 让你知道出了问题 该找谁 那比如说前几年 湖南就发生了一个大事 就是这个自建房倒塌了 对吧 一楼二楼是这个小旅馆饭店 是吧 上面是住人的 那他存在着违建 最后呢 这个房屋倒塌了 造成了这个生命财产安全 那你说出了这种事 该追责以外 那赔偿这个钱从哪来 你光靠这个业主 去拿钱 显然这个赔偿 永远不到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是法治社会 对吧 你这个人没钱 你总不可能把它弄死 对吧 就像别人欠我们的钱 你总不可能去打别人 那性质就不一样 你只能干什么 你只能通过这个法院起诉 可是当你起诉了过后 你发现一个问题 他没钱 最后呢 他成了脑奈 但我们回到问题的本身 就是你这个钱的问题 没有解决 没有落实到实处啊 所以呢 在这个8月23号的时候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呢 就在国务院这个新闻办公室 举行的推高高质量发展的系列主题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研究建立房屋体检 房屋养老金 房屋保险 这三项制度 这个呢 就和我们的这个住房息息相关 就说明以后这个房子有人管了 你不用操心了 说这个房子倒了怎么办 倒期了怎么办 是吧 坏了没人修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上面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我们老百姓 到底要不要掏钱呢 其实这次说了呢 就是房屋养老公共账户的款项 来源于公共资金 按照不增加个人负担 不减损个人权益的原则 由地方政府探索资金筹集渠道 什么叫探索资金筹集渠道 就是想办法 一方面给你规定 你不能从个人手中增加任何的收费项目 另外一方面 你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 看怎么去筹到这笔钱 放到这个公共账户上 用于房屋的养老金 然后呢 也说到了什么呢 就是你之前 如果你之后买房子 你这个维修基金 还是必须要缴纳的 这一点是没有变的 然后呢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这个公共资金的钱从哪来呢 先是大概呢 有几个方面 是从哪呢 是由财政资金出资 以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 安居工程补助资金 这个就是老旧小区更新改造的资金 再加上地方财政补助资金 为主 其他房地产相关税收为辅 我们知道房地产相关的税收有很多呀 你比如说这个营业税 是吧 还有呢 我们的什么呢 个人所得税 我们的房改税 等等等等 就是从这些现有的 我们在房屋买卖交易的过程当中 就是应该交的这些款项当中 我们抽一部分 给它冲到这个 这个房屋养老金 这个公共账户上 再从土地出让一部分 是吧 还有财政补贴一部分 用于整个房屋的这个养老补助 这样大家说应该明白了吧 其实就是说我们在完善这些 根本就没有提到说 要什么收个人的什么税呀 或者说要加什么税收 这个呢 就是很多人的误读 因为很多人根本就不看文件 他就是看别人怎么说 他就怎么说 所以呢 我们作为老百姓的实际上应该呢 就是多深入的了解 不要呢 就是觉得说 一个政策下来了 就是对我们不利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就干净卖 唯恐天下不乱 结果呢 是别人把你害了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 不管你买房子 卖房子还是在观察楼市的时候 就是要多留意一下动态综合 多方面去分析 而不是听某个人信口开河 当然我说的也不一定全对 对吧 因为我也是个自媒体 但是我本着良心 我跟大家解读这些事想告诉大家 不要轻易的去做一个决定就好了 那最后呢 我要跟大家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了这个个人所交的这种房屋维修基金 还要建立这个房屋养老金制度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那有些问题是我们解决不了的 对吧 你说比如说房屋70年到期了以后 怎么办 你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 是吧 有的呢 他也是根据各地的这个政策 出来了以后制定的 好 我们现在不怎么大拆大建了 那有一些房子出现了结构性的损坏 是吧 包括有些业主 他私自的去改造这个房屋 比如他住在一楼 对吧 他私自打通地下室 让这整个楼变成了微楼 但是呢 他这个房屋这个寿命又没到 你总不可能一下子拆迁吧 你一个人把整栋楼影响了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需要钱去修 这个钱 以前呢 你都不知道从哪来 对吧 到最后呢 就很长时间也得不到维修 然后呢 影响自己的生活 现在好了 有了这个房屋养老金制度 我们把所有能够发生的 或者说 以后可能会出现的这些房屋的状况 我们都归纳在这里面 就用这里面钱来修 但是呢 我认为啊 这个里面缺少个什么呢 缺少一个监管的 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呢 其实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这个你去买房子 为什么要把钱打到监管账户上 就是防怕有人把这个资金挪作他用 即使房产发展了20年 像现在的资金监管的各方面还是不完善 所以要想这个房屋养老金制度啊 全面的铺开 让它成熟的去运行 那实际上呢 这里边就要说到什么呢 就要说到啊 有监管机制 有了监管机制 你这个钱每一分 每一分 花在哪 对吧 这个钱每一年从哪来 来到多少 还有多少结余 这些结余用于干什么 你是要揭露老百姓监督的 这样呢 你才能保证 这个房屋养老金制度呢 全面的铺开 而且成熟 而且最后呢 最终被我们普通老百姓所接受 好 今天的视频呢 就讲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